大家好,我們來到台灣的台北沿山音響展 我們看到415號榜,Orbit Audio 我現在進來捉住陳興,我叫他仁興 先捉住他訪問一下 大家都知道,小弟是台灣Orbit Audio的釘墊代理 在香港也有不少師兄試過,也有不少師兄在用 在這麼久都沒見過陳興的真身 我這次第一次跟他做過訪問 接著就用很爛的普通話跟他講講 你好,陳錦松 跟香港的朋友打個招呼吧 香港朋友大家好,我是Orbit Audio的創辦者 我是陳瑞人,大家好 我想問一下,因為Orbit Audio 在香港已經很多師兄在用 但是還沒跟你見面 我想問一下,當你想做Orbit這個產品的時候 你是抱著什麼的理念,還有什麼的目的 還有想達成什麼效果去做 因為我是練光電工程 就是做半導體製程的部分 我是一個工程師,很純粹的工程師 然後那時候在十年前吧 有一個朋友就是在咖啡館 然後他是我大學同學 然後那時候我們在喝咖啡聊天 雖然我是做半導體製程的工程師 但是我沒有去那個半導體業界 我回去接家裡的工作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就問我朋友說 有什麼東西可以開發的 因為他喜歡玩音樂,喜歡聽音樂 然後那時候我才知道 有下面這個電材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是工程師 所以說我還是很喜歡去做研究 去做開發的工作 所以說那時候我有去查一下 全世界腳墊 他們的大概是怎樣的聲音 腳墊是什麼 他的用途是什麼 那時候我都還沒有接觸音響 所以說那時候我音樂也不是說很懂 應該說完全不懂 然後那時候 不懂就好了 不懂就沒有偏見 對,不懂就沒有偏見 所以說我們就完全從網路上去設計 然後就是全世界所有的電材 那時候我也沒有聽過 只是說去攝取所有的電材 大概有什麼這樣的效果 或者是什麼樣的反應這樣 然後我在想說 因為我們在觀學 有做類似這樣的研究 就是說那個喇叭 如果說放在木頭 它的低音會很突出 然後高音會比較少一點 放在金屬 像不鏽鋼你的高音會很明顯 可是低音會比較少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這個大家都玩過的都很清楚 然後我去發現 有這個反應的時候 我就知道 這個在觀學 這個叫filter filter 它就是說 濾波漆 就是說突顯某一個波長 抑制其他波長 這是一個光學的概念 然後我的想法很簡單 我想要做一個 就是從低頻到高頻 可以一起提升的 這個產品就是我想要開發的產品 但是我知道 就是我攝取很多文章嘛 那時候全世界要做到一個很完美 全部一起提升的產品是沒有的 很難很難 就算可能有 但是那時候我不知道 那時候我的想法很簡單 因為我想要做一個很完美的產品 但是呢 我也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做出來 有可能會失敗 但是那時候就悶著頭 就繼續做研究 然後那時候大概做了三年 這樣 一開始的時候就遇到李大哥 所以說我們雖然做了十年 但是我大概是五六年前遇到李大哥的 對對對 不…你先不用看他 那我就一個廣東話 蔣醫生 那任兄基本上 他抱著一個什麼呢 在沒有任何偏見的情況之下 因為本來他不是玩音響 他就想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在這個全頻都會有提升的一個釘疾 但是呢 他本來是一個研究者 即是他是一個工程師 他純粹是一個以研究的角度去做 你想想一下他花了三年的時間去做 在研究初期,他根本没有想过会不会做出来的 有机会研究了三年,到最后都是吃白果 但在他们工程师研究的角度,就不应该有前撤 我想做出来,不一定做到,但不研究就不知道 所以我捕着这个态度,到最后就研发了Orbit 就是科学家、研究家的精神,探索者的精神 我觉得这东西值得敬佩 你听得懂吗? 一点点,我再报奖你 还有,第二个问题 现在Orbit Audio的型号 是不是? 我的普通话不好,不会 有什么型号? 我们Orbit的型号 我们可以从我们的那个Mark Obit Orbit的定义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讯号,我们希望提升 中间的B就是凹椎的形状 然后I就是尖椎的形状 所以说我们的型号分别就是 B开头的都是凹椎 I开头的都是尖椎 然后我们后面的数字就代表说 我们那个产品的直径 我们的凹椎有 B25、B40、B50、B60、B80、B100 然后I就是尖椎呢 有I25、I40 B100 即是B100 我们香港就是独特一些的 B25A 另外是B40 B50、B60 B80 甚至是B100 即是B100 B100 我就真的很少机会会接触到 B80也有机会接触过 现在香港比较常卖的就是 2540、50和60 B100 那奖椎又真的只有两个型号 我想问一问 任松 有没有想过开发这个I50 这个型号 4号 其实是可以试试看的 试试看 I50这个型号 可以试的 可以试试看 试要试很久 因为他试试 做实验 做实验 做很久才可以做到这件事出来 那时候我记得是 那时候没有60这个型号 一来就70 但70比较贵 我就问 有没有可以涵接一下50的型号 他就说 好 研究一下 研究了差不多成年才出来 但最后B60的效果 当然是比B50好 但是又是比较接近B70 B70现在就没有了 另外就要特别讲一讲 就是说 他们所谓的数字 其实就是 那个粒鱼 或者是尖鱼 那个直径是多少 大概直径是多少 当然会有偏差 不一定是 比如B25 就不一定是25mm 可能24mm 但问题就是大概 Size 就是用那个数字来代表了 好 第三个问题就是 在未来 你有没有一些新的产品 就会研发出来 就是 OBIT的产品 有 因为我今年 在 就是到处去参加音响展 然后 我有一个地方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去吉隆坡 就是马来西亚吉隆坡 在JOKI的家里 就是听他家的35A 他的35A的专家 对 然后我在他家听到的时候 他的35A的声音呢 让我非常的驾驶 我才知道说 原来35A的声音 可以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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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你已经爱上他了 对对对 所以 所以你就 就 买了一个Falcon的35A 对对对对 然后 买了Falcon的35A 然后呢 我想说 我就想要 那时候我才想要 真正 用心去做一个交加 哦 就是说 我们想要就是说 我 我知道那个 JOKI他家的声音 我现在 这样搭配 还没有办法到那个地步 因为他真的很厉害 非常厉害 可是我们就 照我们的想法尽量去 达成他那个的感觉 所以我做一个脚架 然后 那个脚架 完全搭配 像 35A这样的书架喇叭 嗯 就是那个 脚架 它在前面和后面 都是压出来的 那么我听过这个脚架 真的非常之 非常之配搭这个35A 如果是喜欢35A的朋友 这个脚架也不能错过 那么另外一样 就是 我想问一下 这个脚架 不一定在35A上面用 当然 当然 只是可以在其他的书架 哪怕也可以用 都可以 今天我们到这里 就结束了这个访问 非常感谢你 非常感谢 感谢你 感谢你啊 哈哈哈 我们在未来的时间再见 好吧 OKOK 再见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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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